Hello大家好,又是我飛俠 第二輪的 playoff 又打完了 今次賽果也有不同的地方 由兩天前的 Golden State 開始講起 這場球一開始 其實郭武奈,Cutson就傷了 現在就說Cutson就回來打 對 Golden State 來說也挺麻煩 其實這場也要領先很多 而被他逆轉 也是史上未見過的 31 分逆轉的球賽 你又可以說 Clippers 在後面那幾段是打得很積極 但其實以一隊冠軍級的球隊來說 Gordon State 應該要想一下 如何保持到尾 不是這樣 中間都會贏了一半 這也是一個問題 不過我相信 對 Golden State 還未有特別大的難題 對 Golden State 來說 在這場球賽 你問我 會不會還有 4-1 去完場 還是很大機會 不過我後來會再講一下其他的想法 另一方面 就是這個拆軸人 這次又沒有被網女打死了 第三次打了 51 分 對 23 分 大比數打開了 這次真的贏了 145 分 其實這個總分也很高 而他們幾大巨頭的分數也很高 這次整體來說 19,23,17,18 除了 Jimmy Burner Jimmy Burner可能打防守方面 比較多 其實你看到這幾個正選的分數也高 也有特色 也是這個巨人 打18分鐘過16分 其他的打法 其實你也知道 他屈肌 當然是極高的入樽 其實我都應該覺得 他應該使用他的場處 每場出來衝擊十幾分鐘 而拿回十幾分 對整隊球的分數來說 也會有很大的貢獻 現在兩邊都打了一對一 那就要回到下場再看 第二次的賽事 速龍贏回 Magic 速龍這場 Karl Lowy反彈回來了 Karl Lowy終於沒有上場的 740不中的Fan 今場呢 其實他頭四五分鐘高很多 13.8 還有61% 頭四五分鐘 而今場主要來說 是Kawaii Lennon 大發神威 2245分鐘 射到火 你看到他整場球周圍飛 左邊底線又射入 右邊底線又射入 真的去到哪裡都射入 沒得說 主要是不射火 這場球真的難打 至於上一次的DJ Augustine 今場就沒有了火 六射一中 就已經借皮了 而Aaron Gordon 也是得過 這場就好一點 12射8中 其實主要來說 最頂不緊 就是在Karl Lowy 撕回22分 其實Mingley 上場零分 今場零分 今場零分 來回都很多分 而Ebaka 也出了不少時間 這裏也幫了不少 其實你看看其他後衛 本身的情況 都不可以改善的 老實說 即是Manfit Howell Jaylene 其實 並不是說有什麼特別大改善 我想速龍在下一輪 這個後衛的問題 都要相當的努力去解決一下 另一場球也反彈 今快 其實是最後才追回 這次靠誰呢 靠上場的 就是Mary 這次突然去第四節發威 原本只有3分 但第四節拿回21分 突然無限中 無限中 不知為何 可能下一次 就想著手風不順 就沒有手得那麼緊 誰知道最後 真的不斷入 射火 連停也停不到 就令整場球 最後一刻 就反超前了 Mary成為了攻神 就贏了 結果 還在1比1之下 我覺得 以馬刺的情況 和金塊的亂口 即是馬刺的狼煉 和金塊的亂口 加上大家實力的差比 都還是很好看 相信 都未知六死誰守 反而 有些經驗 就是 這個Portland 竟然 對OKC 竟然 對OKC 就在常規賽 失業了Portland 但這次 不知為何這麼堅 這個雙槍 真的守不住 這個Thunder 原本 C.J. McCollum 和 Dan Lennon 其實 每次 在鬼後賽 都 是OK的 但 因為 都被記錄得很死 所以 有時 每次 一個失進 這次 對 打兩場 OKC 深刻表現都不錯 這場 沒有Kentor再發威 Kentor 打了19分 也沒有再發威 但 你看 他兩個 一人22射12 一人21射12 兩人加了60多分 他兩個發威 而 OKC 都是 都是靠Paul George 27分 Russell 14分 這個老問題 Russell 解決不了自己 投射命中的問題 始終是OKC的死穴 而回到自己的主場 看看有沒有改善 至於 今天這幾場球 最精彩的場 可能是 Boston 對Pacer 其實 整場球 原本Pacer 一直領先 都贏了很久 中段 我看到領先了十幾分 第三、四節 六十幾分 十幾分 都捱了很久 其實他今天 屬於開球時 他的狂身都蠻集中 但是 去到後段 這個Kairi 連續追了8分 之後 就反超前 咬得很緊 但其實 尾段的Tayton 和Earvan 都真的蠻吸力的 所以 人家可能立得黑仔 直到尾打人 人家就著火 沒什麼辦法 其實 最後一分勝負 都是最後一分鐘的事 就是 最後一分鐘的事 其實不要看 他給回到99-91 其實長期都是一分場 下了很多次 直到尾 最後一分場 又有淘汰 中間又有淘汰 反饋入中 所以才加9 兩隊實力 其實都咬得很緊 而防守的強度 亦都是相對比 任何一個系列 都還是高 所以 你分數 都不要有什麼期望 他會拿到什麼 至於攻6 其實 也是很有趣 看 比分120 對99 其實 去到半場的時候 大家差不多 不知道 去到下半場 又是流氣 去到不夠力 因為 人腳 真的不太齊 所以 這個系列 都應該說 原有 都以無意外 都不該怎麼看 即是在看公6 怎麼會贏 贏多多 贏多快 所以這場 都不需要怎麼說 但他的實力 的確是好像 遠超於其他 如一東岸的球隊 即是看完兩場季後賽之後 現在看看他們到時 究竟的經驗 質素 心理狀態 夠不夠 即會不會打到 暖暖暖 現在 就未見到考驗 而 公6 現在 表現 和 這個速龍 我覺得 現在可能 你看到成績上 公6 但 其實 你看到時 Cowai大戰 字母 會怎樣 我想 最多差不多 都未知說 一定是公6 贏東岸 而 其實 究竟對到波純 會怎樣 亦都是未知之數 因為 對波純 是挺麻煩的 我猜 最大機會 是對波純 如果 以波純 這樣防守 以公6 這樣打 真是難說的 其實 波純 死手的形式 都不是公6 很喜歡的方法 所以 過不過多關 都未知 可以看 另一支 比較失望的球隊 就是Jazz 我不是說 火箭 不應該贏 火箭 看來怎樣都會贏 你會看到 Jazz 對 Harden 的防守 完全是毫無辦法的 一 喝他過 又試過 一邊包夾 又試過 什麼方法都試過 其實都記不住 現在 Harden 好像比去年 再成熟了 暴發 所以 完全沒有辦法 抹緊 所以 這個系列 雖然 我先前都說過 我覺得 有些機會霸懶 大體眼 都很難 因為 狀態 比我想像中更好 而 這個系列賽 如果 GOLDEN STAY 過了快艇之後 大戰 ROCKET 即 GIFEN沒有咳神 可能還處於下風 有些機會 會輸成 4-1-4-2 都不站 只是這樣打下去 有人覺得 GOLDEN STAY 狀態 摘得很好 而火箭這刻的狀態 真的很好 你看到 每個人的狀態 都很適合 又快 又適合 所以我都等於 GOLDEN STAY 今天有點擔心 不過 希望可以 自己的狀態 很難忘 希望 到時真的醒 而 以隊形狀態 質素來說 現在好像 感覺上 火箭強些 說句老實 不過 自作為一個 金州迷 都希望金州 會打得更好 到下一輪 再跟大家分析一下 根據大家知道的男朋友 還是在下面留言 訂閱和分享我的頻道 按按鈴鐺 收藏收藏資訊 拜拜